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姐妹平安 我们先来试想以赛亚书第13章 我们来到以赛亚书八个大段落里面的第三个段落 是从13章到23章 在这个11章的范围里面呢 耶和华除了对耶路撒冷提出审判的预言之外 也针对另外十个国家或是强权 提出了这个审判的预言 以及说出他们最后的结局 13 14章一开头主要是针对巴比伦 我们可能会很讶异 照理来说在以赛亚服侍的上半段 应该比较大的威胁 应该是亚述帝国吧 怎么会针对巴比伦来做预言呢 巴比伦呢他要等到这个以赛亚 已经结束了他的先知的职份 之后可能要经过七八十年以后 他才真正的开始威胁到南国犹大 因此有人会猜想在这边是不是以巴比伦来代表亚述 因为当然巴比伦 亚述曾经统治过巴比伦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亚述呢他亚述王也自称为巴比伦王 但是呢因为在第38章跟第39章的时候 以赛亚就斩钉截铁的对西西加王说 你们会灭亡在巴比伦的手中 因此我们相信13 14章基本上还是针对巴比伦这个强权 未来他会兴起但是未来他也会灭亡的一个预言 我们来看第13章第一节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着末世 论巴比伦 末世在这边的原文是看见 我们之前也谈到 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三个希伯来字 他会被中文翻译成末世 第一个就是意象 第二个就是看见 第三个是重担或负担这个字也会被翻译成末世 第二节应当在静光的山树立大旗 静光的山代表就是从四面八方都很容易往上抬头一看 就看见有人在山上摇动他的大旗 向群众怎么样扬声招手 所以是聚集这个很多的人要来做什么呢 要使他们进入贵宙的门 代表上帝在呼召一个他审判的军队 要来惩罚骄傲的巴比伦人 第三节 我吩咐所挑出来的人 我所挑出来的人原文是我分我的圣者 是负数我的圣者 旧约里面什么叫圣呢 就是被神分别出来 完全的归主来使用的器皿 叫做圣 因此呢 我吩咐我的圣者们 就是我吩咐我所分别为圣出来的这些勇士 我呼召我的勇士 而这些勇士呢 他们是上帝刑罚巴比伦的工具 所以呢 就是那金花高傲之辈 为要成就我怒终所定的 这边包含许多国家的人民 更包含了这个 我们在第十七节会看见的马代人 第四节 山间有许多人的声音 好像是大国人民 有许多国的民 聚集轰嚷的声音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 点齐军队 预备打仗 他们从四面八方 他们从远方来 从天边来 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 要毁灭这全地 这全地这边指的 应该是指就是巴比伦 第六节 你们要哀嚎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这日子来到 好像毁灭 从全能者来到 所以人的手都必软弱 人的心都必消化 他们必惊慌悲痛 愁苦必将他们抓住 他们疼痛 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 彼此惊奇相看 脸如火焰 常常在讲到 这个当上帝的审判来临 临到那些 以前不可一世的霸主 或是这个悖逆神的强权 常常讲到说 当神的审判 攻击临到他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呢 就很像那个怀孕的妇人 忽然间 这个 他在他没有防备的时候 忽然之间 这个生产的震痛 来临了 他来不及 仓促之间 来不及预备 就被震痛抓住了 然后呢 就很痛 在那边喊叫 代表说一个勇士 在耶和华出手的时候呢 他之前再怎么勇猛 他现在也是 毫无反抗的能力 而且被痛苦 被悲哀抓住 而且呢 这个震痛 持续下去的结果 他没有逃脱 反而是死于惨难 那因此在那边讲到说 当耶和华审判了日子临近的时候 之前骄傲不可一世的巴比伦 他完全没有抵挡的能力 就在审判中 痛苦悲哀的死去 第九节 耶和华的日子临到 必有残忍愤恨烈怒 使这地荒凉 从其中除灭罪人 十节 天上的众星群朽都不发光 日头一出就变黑暗 月亮也不放光 第十节用天上的日月星辰的暗淡 来代表怎么样 在地上的这些人 他们所面临的审判时候的无助 惊恐 然后呢 连这个大地跟天上都是一片的漆黑 代表没有出路 只有灭亡 十一节 因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 因罪孽刑罚恶人 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 制服强暴人的狂傲 我们会想说 为什么耶和华 他末日的审判 会这样的可怕 他为什么不愿再给这些人机会呢 原因是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这些人的骄傲跟狂妄 不请伤害了很多人 而且在神的面前 骄傲悖逆 不愿意悔改 神一定给他们很多的机会 让他们悔改 但他们不愿意 甚至可能悖逆亵渎神 所以神就让他公义愤怒的审判 临到他们的身上 十二节 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 使人比俄斐的纯金更少 我万军之耶和华 在恨中发烈怒的日子 必使天震动死地摇汗 离奇本位 这么讲到说 当他审判巴比伦的时候 其实巴比伦 他就是一个代表 因为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 讲到人类第一个 集体背叛上帝的一件重大事情 就是讲到他们要建造这个巴别塔 他们要集体起来 骄傲自大 要背叛神 因此巴比伦 他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 他在历史书里面 以及在启示录里面 常常被用来比喻 那个背叛神的力量 以及这一股背叛神力量 后面的怂恿者 就是撒旦魔鬼 因此呢 在耶和华 他刑罚这些罪恶的恶人的时候 刑罚魔鬼的时候 他是完全的公义愤怒 会彰显的 以至于巴比伦这个地方的人 都要灭亡 他要比 人要比纯粹的金子还要少 然后呢 俄斐 他是一个 在旧约里面盛产 纯金的一个地方 地名 到底在哪里 我们现在其实不知道的 但是他就是以产金金文明的 十四节 人必向被追赶的路 向无人收据的羊 各归回本族 各逃到本土 凡被仇敌追上的 必被刺死 凡被捉住的 必被刀杀 他们的婴孩 必在他们眼前摔碎 这边谈到说 巴比伦人在面对 上帝公义愤怒的审判的时候 他们如同鹿 羊这些动物 到处被追赶 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们 第十六节提到说 他们的婴孩 必在他们自己的眼前被摔碎 而把别人的婴孩摔碎 这是以前巴比伦人 常常在别的国家 他们侵略别国的时候 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而如今 他们以前所做的 也会报应到 他们自己的身上 他们的房屋 必被抢夺 他们的妻子 必被玷污 我必激动马带人来攻击他们 马带人呢 就是在今天的北部的伊朗 中东地区 两河流域的两个强大的国家 一个是亚述 一个是巴比伦 而亚述的灭亡 跟巴比伦的灭亡 其中 马带人 都有参与在其中 亚述是亡于 巴比伦 跟马带人的联合军队里面 而巴比伦呢 是灭亡于 马带人 跟波斯人的 联合的军队里面 因此呢 上帝 除了使用亚述 跟巴比伦 来作为刑罚 骄傲的列国 的审判工具之外 上帝也使用马带人 两次的来审判 这个悖逆的工具 一个是亚述 一个是巴比伦 经文说 我必激动马带人 来攻击他们 而这马带人呢 不注重银子 也不爱金子 他们必用 攻击碎少年人 不怜悯妇人所生的 言也不顾惜孩子 提到马带人 他对这个金银财宝的抢夺 兴趣比较小 他比较多的 就是希望毁灭 他们所攻打的国家 因此呢 这个亚述跟巴比伦 他们后来落在 马带人的手中 那当然是 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悲惨 第十九节 巴比伦 素来为列国的荣耀 为迦勒底人 所金夸的华美 必像神所请妇的 索多玛 和摩拉一样 这边让我们看见 巴比伦呢 他基本上 取代了亚述之后 这个国家并没有维持很长的时间 他整个国家的历史 也不过七八十年 而其中除了最强大的 尼布贾尼撒王之外 尼布贾尼撒 他一个人 在位的时间就大概占了 巴比伦帝国历史的一半 其他的君王呢 后来都非常的衰弱 非常的软弱 因此呢 常常我们讲到巴比伦帝国的时候 代表人物就是 尼布贾尼撒 尼布贾尼撒他登基的时候 他把巴比伦这个城市 建造的非常的辉煌 美丽 我们从很多的考古的遗迹 还有博物馆的这些典藏里面 可以看见 以前的巴比伦大城 是非常的荣耀 是非常的壮观 例如说我们现在在柏林 的这个别迦摩博物馆里面 他就把那个巴比伦 尼布贾尼撒所盖的巴比伦大城 里面的一个小的城门 他把它复原重建 在这个德国这个地方 然后呢还加上这个 前面的游行大街 就很壮观了 而这不过只是一个 比较小的城门而已 他的后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城门 因为场地不够大 所以博物馆没有办法把它重建 你去参观的时候 就可以发现说 他里面是非常的壮观 华美 那但是呢 这些都会被上帝所请负 如同上帝在旧约时候 所毁灭的 骄傲的 败坏的索多玛 尔摩拉一样 二十节 其内必永无人烟 世世代代无人居住 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 支搭帐篷 牧羊的人 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 以前的巴比伦呢 被毁灭之后 现在已经是考古 这些灰尘跟石头 所覆盖的一个废墟 那他没有再被重建起来 巴比伦在今天的伊拉克的南部 大概也包含到科威特这个地方 他说连阿拉伯的牧羊人 游牧民族 也不愿意到那里支搭帐篷 去放羊 就代表那边是 不是一般的荒凉 连牧羊人都不愿意去那边 让他的动物被放牧 二十一节 也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 咆哮的兽满了房屋 鸵鸟坐在那里 野山羊在那里跳舞 柴狼必在他宫中呼嚎 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 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 他的日子必不长久 最后这两节让我们看见 到后来只有这些走兽 动物会在那边聚集 而毫无人言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主我们在你面前 真的是要回转归向你 主曾经巴比伦 也是你所使用的工具 但是他在你面前 骄傲自他终不悔改 因此他从你所窃夺的荣耀 都被你收回来 他从你面前 所这些猖狂的 这些态度跟言论 也都完全被你所击败 主我们在你面前 先感谢你 愿意使用我们这 软弱卑微的人 但更恳求主 常常光照我们 提醒我们 不要成为一个骄傲的人 主啊以至于 我们的身心 主啊不仅 不再被上帝所 祝福重用 反倒成为被上帝 来攻击的器皿 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 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福大家